非赫士肖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那一开始先跟我们讲你的笔名有点老口 为什么叫非赫士肖 他这个笔名其实原本来自于是写音啊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时候会给同学们知道说我在写作 那他们就会常常问我说 那个写好了没啊写的好不好啊 可不可以借我们看一看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我原本的 那个时候心理想的是设计的笔名 其实叫非好也 那其实就是有一点点想说就是还没好嘛 就是写的不好 然后其实那时候是比较这种形态 对 那后来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就发现说 这个笔名跟这个内容好像有一点点不搭 那所以后来就把笔名取了谐音就改成非赫士这样子 那怕重复就再加上我的姓氏这样 消 所以你这个时空背景是东方还是西方的 他其实是有点各伴 因为他里面有讲到那个帝国的部分 这个就会比较参考东方的设计 但是他最后一个那个城堡 他们要攻打的最后一座城的话 其实他们的建筑技术上是比较偏向那个西方的那一种城堡的样式 中西混合的一个故事架构就对 是的 然后你说你过去因为个人有喜欢阅读这种奇幻小说才开始试着创作就对 对那时候主要是读那个炼魔士 因为那其实原本是从电玩的那个巫师开始触碰 然后就到那个炼魔士的小说 那当时当然是还没有完结嘛 那只是就是说看到有这个奇幻小说的文学匠就想说 我也有点比较喜欢幻想吧 所以就会想说试试看我们把它写成一个作品这样子 哇可是你第一本作品就写了300页 总共多少字啊 17万字 那为什么第一次又挑战这么困难的 题材也困难 字数多也困难 就当一方面是金车的文学匠 他本身就是要求要8到15万字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那个 到这个字数的时候 以我当时其实不太有写作经验的话 我很难去抓那个字数 那所以设计起来就不小心就变这么大 就超过就对 对然后当时其实在投稿的时候 还删减了大概2万多字 就符合他的15万字 对那出版的话就是把它原文出版就对 对再把它修回来这样子 你这个故事架构有没有哪一些 类似的是这个你过去读过的东西去把它融合 重组这个再创的 大概有哪些影子在里面 它其实主要当时就是裂模式的这个部分 因为裂模式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要素是关于政治的部分 就是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 那所以我就会把它拿进来用 那再来是说我本身是 我跟本身工程师背景 所以当时有在读那个 比较技术面的是那个区块链相关的那个书籍 那所以就那时候读了觉得说 没有 其实有点枯燥那没有读完 那可是就觉得说 现在要写作了嘛 那我觉得说没有读完有点浪费 所以就把区块链的一些概念把它稍微融合进来这个小说里面这样子 那其实主要来源就只有这两个部分 其他就是我再加上一些自己关于那个魔法这个东西的想法 那因为魔法通常大家的想法都会比较偏向西方的魔法师嘛 比如说梅林啊或是甘道夫这一类的 那在东方这边那时候会主观印象上会觉得说 好像比较偏向说就是比如说毛山倒树 或者是一定要有神鬼 那我所以就会从这个中间会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如果魔法出现在东方这个世界观里面 它应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样式 那所以整个设计的背景是这样 可是两条这个时空线 一个是百年前百年后 一百年有变化这么大吗 因为你这个有点像就是东西融合那种中古世纪的古战场 那一百年后就到现代了 你为什么把时间轴压得这么短 那个时候其实有稍微推测一下那个合理性啊 因为其实在开头就有先讲说 那个这一场战争非常重要 当然第一个是它带来了大陆的统一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它带来了技术的演进 那接下来因为这场战争过后就是和平了嘛 那所以我那时候推想上技术上应该会可以发展到某个程度 那所以到百年后这个世界其实就会可能有汽车 但是它可能就不会有手机 它可能就只是达到某一个那个有到发电 但是然后之类的这个程度这样 所以这个时间轴不是我们印象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百年的时间轴 不太像啦 因为毕竟这个大陆虽然我写这么多字 但是其实它就是 我原本设想并不是说非常大这样子 所以百年后两条平行线 然后在章节里的编排就是一直不停的交错 所以说读起来一开始还不会太辛苦 因为你只要看到一开始的章节架口 百年前百年后百年前百年后一直交错这样 是的 那我们先从百年前这个古战场 先跟我们讲一下那时候的时空背景 就是主要有三个国家嘛对不对 主要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夜云帝国 跟秋水国 秋水国其实在当时是 要怎么讲 其实有点倒序的方式 其实在百年前那个时候 它其实是倒序之后再倒序 它已经被灭掉了 对 然后另外一国就是那个更流程的部分 所以主要的主角就是夜云国跟更流程 他们两个的交战就对 对 那只是在设定上夜云帝国 比较接近我们传统想象的中国那种古代的帝国 那那个最高权威也是皇帝 那但是更流程这边 因为刚刚有讲到区块链的部分 所以它是比较它是用六个商会组成的 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最高权威 就是这六个商会组织的首领就是最高权威 然后有一种共治的那种状态 就跟荷兰那个东印度公司一样 公司大到像一个国家这样子 有接近 好 然后因为一些资源的征战造成说这个 夜云国其实已经很强大的 可是它最后还是缺这个最后一块拼图 它想要把这个更流程把它统一下来 是的 那这个设计的背景是说 因为大陆即将要和平了 对 那其实夜云帝国虽然占地比较广 但是相对的它的资源并不是那么多 那它一旦到了和平以后 它马上会面临的问题就是 国内的技术或者经济的部分 可能都掌握在更流程那边 所以它会变成说 它其实已经九成领土都在它的下去内 但是它会变成它不得不继续 把最后一块土地拿下来 那时候设计背景是这样子 然后就牵扯到所谓的这个咒术师 是 那当然咒术师的这个存在 其实是比较偏向说 那个当然夜云国 他在一路南征北逃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仰仗了这样的力量 对 那但是对于那个 一开始出现主角是帝国的军事观 那他的角色会变成说他会比较两难 因为一旦走到和平 对军事观的意义来讲 就不是那么重大了 因为没有仗可以打 文官就要开始崛起 那五官就开始被打压就对 如果和平的话 对 所以他的背景是设计在那个 那一场最后一场战争的瞬间 然后所以说那个对军事观来讲 他必须要去选择说要么他就达成 他对这个国家的使命统一 对 然后就退营之类的 那或者是他觉得他人生有未了的心愿 他想要做些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他必须要去玩 借着最后一场战争去完成它 就是可能结合这个战争 达到一些私人的目的 对 所以这个要看到最后才知道 这些将士官他们在最后一场战役 他们到底什么思考这样子 是的 好那另外的这个百年后 跟我们讲这个架构 这个是从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教授开始吗 对 那他是比较属于说 一开始他是透过一本文学作品 因为当然他在设计上过了这一百年以后 关于咒术师的存在并没有 太完整 完整的流传下来 那所以他是透过这个文学作品 然后他希望说可以在以他近代史的角度 他希望可以证明这一群人真的存在过 那甚至他也曾经在 因为他发表这个目标的时候 可能也造成社会上的一些轰动 那但是事后过了七年 他发现他没有任何成果可以拿出来 没有足够的证据 对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处于比较失忆的状态 因为说穿了就是大家不相信 他就觉得他是个封教授这样 对 所以他一直想要证明 到底有没有曾经有百年前的这群人这样子 是的 那当然这时候就遇到他的一个学生 对 那学生也是基于自己的目的 然后去怂恿这个教授说 要不要去找我们一个考古学家 那我们去找出这个咒术师的存在 然后这个咒术师他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古轮山 然后那个古轮山其实你在里面又区分所谓的咒师跟术师 他们有这个位阶的高低吗 他们位阶的高低的话是应该反过来这样讲 当初在设计这个东方的魔法的时候 我是把咒师跟术师是比较区分成说 咒师他比较像是 他的能力比较像是得天赌厚的 先天的 对先天的 当然他必须要用 有点像是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类的 牺牲灵魂 对 然后去达成 造成这样很厉害的效果 那但是术师的部分 他比较像是幻术 他比较像是说他是用必须要有一个媒介 然后去做转化 但是他转化出来的可能只具备部分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打火焰来讲 那他可能他制造出来的火焰就只有那个形体 他可能没有温度 或是他只有光有温度 但是没有燃烧的效果 它的效果有折扣就对 对那所以相对的就会变成说宙师他是一个比较少 但是人数比较少 同样在一个村里面人数比较少 那但是他的能力在 要怎么讲 做起来比较华丽一点 但是术师的话 虽然人数可能比较多 但是他的必须要有媒介才能使用 所以因为宙师有先天的资质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宙师相对比较少 但是其他能力也会稍微强一点就对 等于术师可能会用一些幻术 但是可能不一定会有这样 真的比如说火的话 火焰不会真的有火灼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只是会吓到敌人 对 那里面的故事很精彩 这个一开始也是分两派 一边要帮这个夜云帝国 一边是帮的是这个更流程这样子 是 最后两边都各有心思吗 他其实目标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到最后再写出来 最后就是结局要一个字一个字 看到最后才知道 这个最后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就对 表面上是 应该说更大更远大的理想 表面上是两个国家的争斗 然后这个咒术师各分 各拥齐主 两边都各有三个人下去帮忙 是 然后最后他们都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梗就对 对 就那个时候 那个新手就会野心比较大 就能到处买梗 然后就买来买去 就变成说 都要到最后才会全部揭晓 所以等于你第一本书 那时候创作的企图性很强 等于你把最后的谜题 全部都埋在最后就对 对 一开始好像表面上是一个很 很平常的两个国家的征战 然后各自找帮手 甚至里面还有一些佣兵 对不对 找佣兵团这样子 对 为什么你会有这么长 这么大的一个企图心 因为其实这本小说看起来是蛮有难度的 蛮有挑战性的 对不对 对你来讲也是 对读者也是 对啊 因为我后来在教稿的时候发现要把它读完 真的 因为我身为作者 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好阅读 你在整个创作过程有所谓的人物表吗 大纲表吗 架构表吗 就是让你以防写到乱掉 有啊 就会变另外区分一个档案 他就是负责记录说 每一个人物 他的特征外观身份个性 说话的方式 然后再 再另外一个表去写说 这个故事的大纲 古代线大概要怎么跑 线代线大概要怎么进行 确保不会写错 对 然后古代线的哪一些的顺序要对调 我看到那个这个大国的这个军师 好像就是以他为主吗 叫施非语 我怎么一直看一直觉得 他很像诸葛孔明将的一个角色 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决胜千里这个运筹帷幄 对啊 那时候设计起来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里面会写到说 叶云帝国其实在原本还是 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小国家 对 他是一路 虽然没有写的非常的到非常详细 但是他是一路南征北逃 都取得胜利以后 慢慢的崛起成现在这个模样 那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那这个军事观再怎么样 应该也不能太差吧 他一定有他的独特的利害 而且甚至有说必要的时候 还要一些心狠手辣的这个手段 对不对 一定要牺牲一些小一群人 才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 是的 里面还有一些皇族的斗争 包括这个即使他这个这么伟大的功劳 但是在皇族里还是有一些反动的势力 或者是不满他的人 是 那当然这部分就是在于文官跟武官 他们在斗争上本来就不一样 因为对文官而言 他们可能会比较觉得说 我们纵使是南征北逃 我们的应该也是要赢得荣誉的战争 对 但是对于在前线的五官来讲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单纯 他有时候为了要打胜仗 他必须逼对方开战 或者是他必须要用一些手段 对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甚至有时候还要牺牲一些病例 这样引军入翁这样 是的 好 然后故事最后面当然就会把这个两条线路 最后就纠结在一起 对不对 对 其实在百年后的这个现在写的是 也是蛮精彩的 因为你里面也是铺了很多梗 就是他们怎么样 甚至还要都到所谓的这个考古的博物馆 去找到当初的一些蛛丝马迹这样 是的 因为可能一方面是我自己身为工程师 就会觉得说事情必须要比较逻辑一点的去做 尤其是考古这方面的部分 就是要有很严谨的推理就对 是的 推理然后证据 然后再加以佐证以后才能成就事实 再来是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为什么这本小说会得到金车的奇幻小说奖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金车的奇幻小说奖 它是分首奖 然后特优跟最后面的佳作 其实我是在佳作那一区里面 那所以评审们并没有特别讲说 为什么会得奖 所以他们的意见大概都是以首奖 这个二奖开始写的比较多 对会比较特别写说这一部好在哪 那也会就是特别介绍 但是加作的部分这边我就没有特别听说这样子 那你自己回头再来看 你觉得这个地方有哪一些这个 比较符合你的预期 那有哪一些你是觉得说 如果还有机会再把它修得更好了 因为毕竟完稿之后自己还是会 这个审稿好几遍 其实我个人的话在审稿那个阶段 我也是尽力把它修到最好这样子 对 那所以说哪边要再调整它的话 其实我目前是觉得没有 因为一方面是我想说人民 人民真的比较多 对 那所以如果说我特别偏重哪一条线 写的过长的话 那个时候会担心另外一条线的那个人物 跟他的剧情会被 就是会 稀释掉 对会被稀释掉 比重的问题 是 所以你现在大概是一半一半吗 对 目前这一本是抓的还有点 有点算强迫症吧 就是真的一半一半这样 对 可是为什么出版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把这个人物表现 做一个那个前提提要 让大家读成比较 不要看的那么累 这个最后面在修的时候就 确实是没有想到 对啊 因为我们看这种长篇又是奇幻小说 因为它脱离我们现实比较远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包括人民 有时候我们要反复看到一段时间才知道 原来这个是哪一个人这样子 所以我大概是对这个古代百年前的这些 主角印象比较深刻 到了现代这部分我就 比较没有印象深刻 对 现代这部分的 前半真的是比较枯燥一点点 简单来讲就是感觉有点比较弱 那百年前的开场比较震撼 所以我们会对百年前的那些主角印象比较深刻 对 但是因为百年前原本它就是设计一个 最后一场战争之前跟之后嘛 所以它势必会走到一个比较平缓的叙事方式 那所以百年后的部分 我是让它在后面才往上扬起来这样子 所以一个是开低走高 一个是开高走低 对 所以百年前等于是从高的 再慢慢把故事交代清楚 是的 那百年后是 因为它本身就是当初选了考古这个主题嘛 所以一开始一定是会比较 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的描述它们的 推敲出来 对 就谜底一定要慢慢这个把它剥离出来就对 对 关于这个咒术师的一些术法 你那时候在里面有应用到哪一些 什么火咒啊土咒啊还有哪一些 那其实以咒师来讲它人数比较少嘛 所以那时候受设定就只有地水火风就四个而已 四个各一个就 对 那术师因为我让它出场的部分也只有出场大概三个人 那所以说他们也就是水火 水火跟一个治治疗的部分这样子 三个咒师对抗三个术师就对了 对 然后那个咒师在一开始就有一个 一开始在前第一章节的那个战役就有一个出现了嘛 就是所谓的神秘的第四人就对了 是的 然后后面那三个就出现了 对 终于搞懂你整个故事的这个架构跟脉络了 哇这样子讲我就不太好意思了 对 那只是说结局还没看完 那没差了反正看完也不能讲对不对 对 这种小说都是很怕被破梗 会哦 那个时候其实光是得将这件事情我就有点错愕 后知后觉 对后知后觉 嗯嗯嗯 因为一方面一直以来我在那个2016年才开始 开始重新开始写小说的部分嘛 那其实因为我写法上并不是在网路上去 慢慢发表 那我是属于说比如说每年就是四月开始我就准备那个暑假的新北市啊玲珑山啊那些文学奖 那等到这些准备完以后就准备年底的文学奖 嗯嗯 所以我就是都没有在网路上特别经营 那就是说一直都是写文学奖的这个方式去走 所以你都是很规律的在经营自己的生活就对 嗯是的 所以网路那部分你就少关注 对 那为什么会出版 是因为得到金车文学奖之后 自然就会帮帮你出版吗 其实不一定 嗯 那当初因为他在得奖的时候他有特他规范上有特别讲说 如果是佳作的话他只是可能会帮忙出版 嗯那只是说后来出版了 那只是那时候 哎我也也不太敢问说为什么会出版 我懂佳作的话就是不一定 那如果是头奖二奖就一定会出版 对 就是出版商也有这个他们自己的考量 所以佳作的话他们就要另外评估就对 对 所以你这样算蛮幸运的至少佳作还有机会出版 有啊那时候还蛮感谢那个秀薇的编辑 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得奖以后就后来就没消没息了嘛 所以我想说哎那应该就没机会就没机会嘛那但是 就也过了到隔年嘛我又开始准备隔年的文学奖那所以也就继续忙其他东西忙到有一天收到哎收到信才知道 收到mail就是这个出书邀约就对 对 帮我们讲一下封面好不好你觉得封面设计有跟你心里本来小说的那个画面有一致吗 他其实这个封面来讲的话我认为一致度还蛮高的 嗯因为他确实那个就是比较接近说那个城堡的部分 对城堡 比较接近我最后一场战争最后一场战争的场景 嗯然后再来是那个人物的部分 他也符合说我一开始那个第四人出现的那个造型 他很像梅林法师哎 披长袍啊然后带着那个这个胡须啊这样子 对嗯 嗯然后就是因为当时我设计的他就是也是有斗篷啊造山啊这样子的造型 所以他就跟封面意外的还蛮接近的 嗯所以这个是哪个宙斯 这个的话我是没有特别说需要是哪一个啦 给感觉比较像火宙斯 其实他比较像啦对啊 整个封面都是那个暖色系感觉就是火这样子 而且他拿着书可能在念咒语吧 对嗯嗯嗯 你会想要把它再出续集吗 这本书有办法再写续集吗 这本书其实我原本当初在写的时候 我规划上就是希望可以出到三个本篇加一个翻外篇这样子的四本的结果这样子 所以你第一本才叫咒语师溯源 然后第二本就咒语师的什么就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小标嘛 是 总共你预计要四本 对 那现在有在动笔了吗 现在翻外篇快写完了 嗯所以翻外篇会是单独的第二本 对单独的一本这样子 嗯所以你整个故事那你这样等于你有些梗还不是埋在这一本的最后是埋在第四集了喔 呃有可能喔 嗯嗯 哇这个这个有点像那个魔戒一样耶 魔戒也是试册然后这个史诗般的这个巨座这样 你会不会想要像有机会像他们这样 是会啦 可能因为当初在设定的时候真的就是新手的野心真的比较大 嗯嗯 不过如果再写可能这些咒误师他们的特质可能要更明显对不对 嗯他们的功能就要更强大然后更有这个区别这样 对 一开始是比较单纯就什么烽火水土而已嘛 对啊 就跟那个S战警一样S战警那个变种人是不是每个人的功能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特别 呃是喔 嗯 对那所以其实这一本到到最后目标上只是 至少可以在咒误师跟术师这两个系统上可以让读者做出区别 这样子 好啦我帮你想好结局最后就是咒诗大战术师 哈哈哈哈 两边的人后来因为某些什么关系之后分离之后 然后两个两边就是各拥齐主 然后正派的这个咒诗跟这个反派的术师然后大对决 然后打了四集 然后各种特异功能的人都要出现 不会啦最后最后面就已经这场战争会打完的啦 不是啦你后面还有四本还有三本要写啊 嗯那个可能还要穿墙术也要跑出来 哈哈瞬间移动的能力或者是那眼睛会发射红外线 看到人就死掉那种都要出现了 真的有写到的话我也哪有考虑 对啊因为你等于把第一集这个气力都已经我看都已经快要用尽了吧 嗯那个时候写写的时候其实还有留了一些空白 那真的就是已经写到没力了 那个空白没有力气去补他 对对对所以所以这个看看回想 因为如果这个回想到甚至有机会被翻拍成影视作品的话你的动力就会来了 甚至你那种后面的一些发想就会自己也会激发出来 嗯嗯因为总是作品写完之后如果只有文字被人家欣赏总是他的影响力比较慢嘛 对嗯画面其实还是对于那个观众或是读者比较有直接影响力啊 对对对然后更刺激然后就会自然的又影响带动这个小说回头又又被搜寻一波这样子 嗯嗯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飞鹤士虾为大家介绍他的这个 这一本得到金车奇幻小说讲的这个咒术师溯源 然后是亮出版好谢谢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